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接受CNN专访谈大陆产业发展 戴琪认为大陆官方强力介入包括电动车电池 钢铁 太阳能板等产业 垄断市场导致生产过剩 进而严重扭曲全球竞争环境 同样安排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访问大陆前 大陆驻美大使谢峰也毫不客气 驳斥美国指控中国产能过剩 谢峰访问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 痛批美国不是在竞争 而是搞霸凌 斥责美方胁迫其他国家对大陆输出高科技设备 就像自己穿跑鞋 却只允许别人穿草鞋 看到大陆领先 又说大陆产能过剩 毫无公平可言 美中角力军事安排也有新动作 近日解放军海军万顿级055型 飞弹驱逐舰显阳号 率领的海军编队在南海东印度洋 进行巡逻和远洋训练 官方声称完成联合打击 防空反倒等数十场演练 而美国和菲律宾则是从22号开始 在菲律宾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展开肩并肩联合军演 参与士兵超过16700人 菲律宾军方宣布演习项目之一的集成演习 会集成一艘大型靶船 而这艘靶船是菲律宾退役补给舰 也是菲方所拥有唯一的中国制海军资产 TVBS新闻 叶俊宏 李明珍 综合报道